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说他是否动手 现在的筹码不在伊朗身上 在以色列身上 以色列的Chino就是第12频道跟第14频道 大概过去的三四个小时左右 都一直认为 以色列政府跟以色列战争内阁和他的军事集团 认定今天晚上将对 今天晚上刚才应该是有一个时差 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攻击或者报复 就是作为一种回应 一开始先是频道12频道讲 后来14频道也讲 结果就在一个小时之前 CNN获得了消息 这些就是一种公共理论的环境了 CNN获得消息说 整个以色列战争内阁 今天开会一天 开会最终的结果呢 没有结果 就是没有说今天晚上会对伊朗进行反击 他只是说在采取适当的方式 跟恰当的时间 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解释过 这个当时解释就是说 从叫贝茨 他的战争内阁的部长 贝茨的讲话能够透显出 拜登的做法 产生了作用 他应该往后推了 实际状况是应该内部之间的出现了分歧 也就是说战争内阁跟他的军事指挥集团 有些人赞同即刻反馈 即刻反应 有些人不赞同 所以当他 大家不能统一一个概念跟想法的时候 肯定是他们认为最终的结果 就是是什么 我相信跟美国在这个立场当中 在这过程中的立场 跟他展现出来作用是相关的 美国的国防部长 跟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 都应该叫肯利 肯利是肯利 都明确讲说 美国全面站在 就是完全站在以色列一边 进行完整的防守 但以色列任何对伊朗的进攻 或者说相应的军事行动 美国绝不参与 所以这个态度是非常明确的 那当然这个态度本身 已经被伊朗人解读成是伊朗的胜利 这是肯定的 所以这种相复相成的一种做法 我个人节目中依然把它看成 大家要知道这是真正西方社会 就是所谓西方文明的一种衰败 它是一种衰败的过程 那里面很关键的问题就是 以色列用他的坚决的尊严的态度 在维护着以色列的荣誉 犹太人的荣誉 那这一次呢 犹太人的荣誉被 他的他的骄傲 他的尊严荣誉被销毁了 这是真的 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解释 而这个犹太人 他是今天白人文明的 就是欧洲文明的基础 他的根脉 根脉出现了冲突 出现了问题 那就是真正现在的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关键所在了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这张照片是比较特别的 这张照片是一张 一个人拍摄的 在这个死海是在哪 被击落的 也被击落的 这个 伊朗的导弹 这很显然是导弹 这不是一个 这不是一个 无人飞机 所以可以看出来 就是 劫持飞弹的这种 系统非常发达 让飞弹本身导弹 失去了本身的作用 那这个这是个成年人 跟他作为一种 对应对比的话 你就知道 他的弹量多大 提到说 在整个 整个袭击 以色列的导弹 大概60吨 相当于60吨的弹药 应该把这个 以色列炸的相当的惨痛 但以色列呢 本身的完好无损 所以这些都是 散击在互联网上的 一个一个消息了 这这段内容 就是以色列十四台 电视时 开播十四台 认为呢 以色列今天晚上要发生 要发动战争 那这个是比较 比较感人的 这是这个 约旦的公主 约旦的公主 最早呢 有一个照片 同样是一个人 认为是约旦的 这个公子 这个参加战斗 就是约旦的空军起飞 然后打下了 大概几十架 十几架 几十架 打下了他这个 这个伊朗的无人飞机 所以我就跟大家解释 那无人飞机 如果一千八百公里 飞几个小时的话 那战斗机上去 就是老鹰吃小鸟 所以他就展示 老鹰吃小鸟 他参加了今晚的活动 那这个东西就比较 就比较特别了 对不对 他是约旦国王的公主 所以那就代表着约旦国本身 全面倒向了 全面倒向了以色列 全面支持以色列 这是伊朗的主席 我不知道是不是霍梅尼 不是霍梅尼 叫叫 到嘴边说不出来 那他呢 发表声明 他说伊朗展示了他的实力 展示了他的火箭 跟无人战斗机 无人机的实力 包括美国在内 任何挑战伊朗的人 将面临的十倍 几十倍的这种火力的攻击 导弹的攻击 跟无人飞机的攻击 这是伊朗 所真正展现出来的能力所在 这就是他刚刚发表的声明 那里面下面这一段呢 主要是谈伊朗的本身的 伊朗本身的 所谓的核能武器的问题 我一会儿再谈这个问题 这个坑就是在 以色列南部 F-35战斗机的基地 所炸出来的坑 说句心里话 这可没多大 他说大概有七枚巡航导弹 那这一个坑才这么小 这差不了啥 然后他讲述 这个已经被修复了 这一个坑 前面一个坑 这是以色列的国防部 披露出来 那是蛮恰当的 它是这个 只漏网了七颗 漏网了七颗巡航导弹 那而巡航导弹 而这个基地的本身呢 是4月1号 美军派出去袭击 杀掉这个伊朗的 国民卫队的领袖呢 是从这个军队起飞了 这篇内容讲述的是一个 蛮特别的 它讲述实际伊朗发射了 大概近千枚 他说有可能近千枚 无人飞机和导弹 而在过程中呢 大概真正能够飞向 以色列的 他说只有50% 这里面他大概讲述是这样 他引述了伊朗最高的 叫做最高 什么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 证明了在整个过程中呢 他的损失率蛮高的 失败率蛮高 无人飞机跟他导弹 那如果他真的是 如果他真的是 要发射一千枚的话 那他的成功力也就将近500 所以这里面是 从叫OSNINT这个网站拿出来 叫这个账号拿出来 他取的证据呢 是比较准确的 他蛮特别的 他主要是集中在 与以色列相关的一些战争中 我们原来引用的时候 是当时这个哈马斯的这个战争図 引用他的资料蛮全的 这里面提到 这里面提到就是说 是美国国防部的官员 正在更新相关资料 他也认为 以色列 对不起 伊朗的这个叫伊朗的中程导弹 就是巡航导弹 它的成功力只有50% 所以就是这个活太糙了 所以自己掉下来的 掉下来的导弹很多 这基本是这样 那这个现场是 以色列战争内阁 军事内阁战争内阁 开会的一个现实场面 作为一种更新的一种资料了 也就变成了以色列本身 他比较 他认为还比较靠谱 就是 伊朗的实力不过如此 这段内容是讲述 是来自于24台 他讲述了在 应该是在伊朗 他说在伊朗的北部 一些村庄跟农舍 出现了一些爆炸场面 出现了一些爆炸 掉到农舍里 那有一些战争火的场面呢 YouTuber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我就跟大家介绍这一部分 如果你在YouTube上去找 肯定可以找到 他就讲述了 这个犹太人 这个伊朗人的武器呢 本身呢 他的制造麻烦很多 这里面就直接进行这样的报道 他掉到在伊朗那些小烫里面 跟他的这个农舍里面 都出现类似的场面 这是当地人拍的 那这张照片 这是以色列 真正的以色列的城市 在导弹袭击前 跟导弹袭击后的样子 那这是一种 很显然的一种对比程度 他就讲述了 以色列呢 他的国家的安全系统呢 就成功的令人 难以置信的成功 就没有 老百姓对以色列的 这个国家的防空系统呢 是非常的 非常的这种接受 这张照片就是原始照片 约旦的公主 直接参与参加这场战争 等于是共同保护了以色列 所以这就 如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你就可以想象 在今天的中东地区 跟曾经以为的中东地区 已经完全不一样 所以人们 无论从宗教的角度来讲 还是从这个 客观利益的角度来讲 人们都在 现代的人们都在 发生了改变跟变化 而今天的核心呢 回到了问题的焦点 就是西方文明的焦点 犹太人身上 这是我个人一直 跟大家分享 是犹太文明的衰败 犹太文明衰败 他也没有什么对错 他这一圈结束了 天黑了 太阳自然就落了 那太阳落了 天就黑了 天黑了 太阳落了 你说是到底因为什么 应该用哪一点上去解释 这取决于每个人 对事态跟生命的认知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祝福